中国海警局特意将其巡航路径设计成星形 并在社交媒体上贴出图片 宣称这次海派甜心 巡航都是爱你的形状 以用了网路流行语和歌曲的方式 发布超派 超大支 万吨级 跑得也超快等语句 明显模仿台湾网路文化和经典偶像剧海派甜心 刻意制造亲近感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于14日凌晨展开了 大规模联合力舰2024必军式演习 动员录 海 空 火箭等多个军种进行围台演习 同时 中国海警局也加入行动 发布了一张巡航台湾周边的路径图 让人意外的事 这条巡航路线被设计成了一个巨大的爱心 并特意使用繁体字标注海派甜心 巡航都是爱你的形状 引发乐意 解放军此次的演习从清晨开始 直到晚间18时才结束 而中国海警船也同步在台湾周围海域进行巡航 中国海警局特意将其巡航路径设计成星形 并在社交媒体上贴出图片 宣称这次海派甜心 巡航都是爱你的形状 以用了网路流行语和歌曲的方式 发布超派 超大支 万吨级 跑得也超快等语句 明显模仿台湾网路文化和经典偶像剧海派甜心 刻意制造亲近感 然而 这一举动并为能获得台湾民众的好感 反而引发了大量负面评论 有许多网友形容这样的行为就像跟踪狂 批评中国的撒爱方式更像是一种威胁和恐吓 恐怖行人这个词也被频繁使用来形容中国的行为 许多台湾人表示这种做法让人感到不安和厌恶 甚至有人直言这不过是包装成爱心的军事恐吓行动 台湾海巡署副署长谢清清也对此事件做出了明确表态 他强调 中国海警船进入水域就是骚扰 将进行一对一方式驱离中国海警船 并谴责认知作战的虚假讯息 昌爱心便是认知作战的一部分 反腔进入海域就是挑衅 大家对共军围台有什么看法 都欢迎留言讨论 感谢收看VinRose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导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当一对中国游客发现现场挂着光复香港的旗帜时 激动之下试图扯下 并声称不允许这种旗帜插在这里 现场的活动参与者立即出面阻止 并称今天只有国伤 不要动手 动手我报警 路然则回腔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 台北西门厅近日举行了一场反中国国庆活动 现场高挂着光复香港 时代革命的旗帜 吸引不少民众关注 不过 这场抗议却以来一对来台的中国旗游客不满 他们试图扯下旗帜 并大声宣称台湾和香港都是中国的一部分 瞬间引发在场的抗议者 与他们之间的激烈争执和冲突 这场十一国商贺取劳母集会活动 是获得台北市政府核准的集会 主办方的目的是反对中国对香港民主与自由的压迫 当一对中国游客发现现场挂着光复香港的旗帜时 激动之下试图扯下 并声称不允许这种旗帜插在这里 现场的活动参与者立即出面阻止 并称今天只有国商 不要动手 动手我报警 路然则回乡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 抗议者强调这里是台湾 有表达意见的自由 这是台湾最珍贵的地方 中国游客则反驳说台湾和香港都是中国的一部分 双方因此爆发口角 因现场由警方戒备 远警立即上前阻止 后续要求两名中国游客离开现场 并交由移民署处置 移民署回应 两名姚姓陆籍人士已探亲私有来台 一日在西门厅制劳港人活动 一大陆地区人民进入台湾地区许可办法规定 陆籍人士来台 需以来台目的申请相符的私有 且在台期间不得有伤害我国尊严 贬低台湾地位的言行 然而 根据移民署的调查 他们早已知道要探视的亲人已在7月返回中国 这让他们的入境私有根本无法成立 因此明显违反了台湾的入境规范 依据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规定 移民属于10月3日正式取消他们的停留许可 并将其遣返中国 这次事件已显示出台湾对此类行为的坚决态度 并会持续强化对入境申请的管理 大家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都欢迎留言讨论 感谢收看Bin News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导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 不断向一位台湾籍员工追问 你是中国人吗 员工则回应 我是台湾人 这一回答显然令中国男子感到不满 尽管场面有些剑拔弩张 台湾员工依然冷静应对 尝试缓和气氛 回应道 我们别谈政治了 近日 一名中国大陆男子在日本一家饭店引发争议 他因发现柜台的员工来自台湾 便不断问对方是否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该名台湾籍员工保持冷静 一再声明自己是台湾人 并表示台湾不是中国的 这一回答引发男子强烈不满 他不仅枪声 你是台独吗 更是当场要求退房 并声称不会再入住该饭店 这一幕被拍下后 迅速在网路上流传 近日 社群平台IX上疯传一段影片 内容引发大批文有乐意 影片中 一名中国男子在日本某饭店柜台办理入住时 不断向一位台湾籍员工追问 你是中国人吗 员工则回应 我是台湾人 这一回答显然令中国男子感到不满 随即进一步质问 台湾是不是中国的 尽管面对对方的挑衅 该名台湾员工态度始终平和 坚持表示台湾不是中国的 并强调自己的身份是台湾人 这番话冷露了中国男子 他情绪激动的反驳 我跟你说 台湾就是中国的 你是台独哦 尽管场面有些剑拔弩张 台湾员工依然冷静应对 尝试缓和气氛 回应道 我们别谈政治了 影片的最后 当一旁的日记主管结束通话后 这段尴尬的对话才告一段落 然而 该男子并未罢休 他将这段对话上传至网路 并在贴文中公开谴责 这名台湾籍员工 此台独 我作为在日本的华人 曝光你和你的酒店 我退房都不要住 此外 他也在网上表示自己 已经透过中国旅游网站 协程进行退房 并事严不再入住该饭店 此事在网路上掀起热烈讨论 许多网友对该名中国男子的行为 感到不满 认为他的行为有失礼貌 且不尊重他人 有网友批评他在国外的举动 损害了中国旅客的形象 认为他是刻意制造冲突 博取关注 部分人甚至直言 此举无欲欲致损形象 让自己在国际舞台上蒙羞 大家对这名游客有什么看法 都欢迎留言讨论 感谢收看Windows 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 当中连男子试图带着日本游客离开时 亚人依旧紧跟在后 不断用言语挑衅 当日本游客提出报警时 亚人更是嘲讽地质问 日本人在中国也敢报警 这让气氛进一步紧绷 近日 一段关于日本游客 在北京圆明园拍照 引发真实的影片 在网路上迅速传播 引发大量讨论 事件的主角是中国网红亚人 他质疑日本游客 在圆明园拍照 并请求他让位 并对其进行指责 双方因此发生了激烈口角 这起冲突引来 网民的广泛关注和评论 影片中 一位中年男子 带着两名日本游客参观圆明园 当他准备为游客拍照时 客系的请求亚人 让出拍摄空间 然而 亚人对此强烈不满 认为不应该帮助日本人拍照 并开始出言指责 中年男子解释说 请求让位只是为了拍摄方便 与国籍无关 但亚人情绪激动 坚决不配合 随助双方争执升级 当中年男子试图 带着日本游客离开时 亚人依旧紧跟在后 不断用言语挑衅 当日本游客提出报警时 亚人更是嘲讽地质问 日本人在中国也敢报警 这让气氛进一步紧绷 两名日本游客 开始用手机录下这段冲突 事态进一步发展到保安介入 保安刚到就直接表达了 对亚人的支持 甚至提到去年 有一整个日本团队被禁止入园 暗示不应允许日本游客进入 中年男子不认同这样的说法 强调所有各发的游客 都应享有同等权利 不应该受到国籍的歧视 并质问保安是否代表园区的立场 直到影片最后 亚人仍持续痛骂倒犯国贼 该事件的影片迅速在网路上发酵 成为热门话题 许多中国网友对亚人的行为表示不满 认为他以过激手段博取流量 并未展现出真正的爱国心 部分网友指出 袁明元被毁坏的历史主力是英法联军 亚人为何不对英法游客 抱持相同态度 此外 更多人认为这种行为 只是在制造不必要的对立 对中国的国际形象造成了负面影响 大家对这位网红有什么看法 都欢迎留言讨论 感谢收看VNews 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导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